8年加4天在南投这一间 知名的游乐园外面的连外道路 被车潮给塞爆了 一路走走停停 起码回堵超过7公里 时速不超过30 要上山可得多点耐心 大部分的游客在今天一大早 都是要来上山赏樱花 想来看那个樱花 我特别来看樱花 因为昨天是塞车 所以我们后来就没有 就决定说是今天过来 可以看到这个粉红点点的樱花树 是一颗一颗的种在游乐园里头 这个樱花季一共有5000颗樱花 已经盛开了 不少游客是从外地远道而来 而且不止白天的场景 在晚上还会点上七彩的灯光 其实看起来也是相当的绚烂漂亮 但是也要提醒大家 因为在这个廉价的关系 所以游客真的比较多 光是今天就突破了 15000人左右的来客人数 所以也提醒大家 其实在上山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路况